各位小朋友 你們好 我是基督教聯合醫院 兒童及青少年科的護士梁姑娘 你們就來開學了 今天我想教大家正確的洗手技巧 和戴口罩的方法 我們還請了幾位小朋友 來和我們示範洗手和戴口罩 你們一齊跟我來 看看他們做得對不對 Owen、Edan 不如我示範一下正確的洗手技巧 給你們看 首先我們在流動的清水下面 沖濕雙手 用大約5毫升的洗手間液 觸勻雙手 我們的範圍是由大範圍去細範圍 首先我們拆大手掌 接著就到手背 好了 鑽孔鑽了 我們要拆手指了 然後呢 躲在我們手指後面的手指背 還有 我們經常用手指的帽子 還有我們按電梯的自尖 最後就是到我們的手碗了 完成這七色擦手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流動的水龍頭下面 徹底地沖走土門 再用抹手指抹乾雙手 好 將用過的抹手指 棄置在有改垃圾桶裡面 那就完成了 Owen、Edan 我們的手乾不乾淨嗎 好乾淨 現在講一下正確配戴外科口罩 市面上一般都分為 大人、中童和幼童的口罩 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小幫手 柏喬和順希 過來幫我們示範戴口罩 Hello Hello 首先我們要選擇合式尺碼的口罩 順希你就可以選擇中童的口罩 而柏喬你就可以選擇大人的口罩 我們要分清楚口罩的方向 口罩上面有金屬條向上 顏色面是要向外 現在拿起口罩的掛耳繩 掛在耳朵上 口罩要緊貼面部 一隻手沿著鼻樑兩邊 按緊口罩的金屬條 另一隻手拉低口罩 確保口罩是完全覆蓋鼻哥 口和下巴 如果戴好口罩之後 我們就不要再觸摸口罩了 現在就說一下怎樣去脫口罩了 脫口罩之前我們要先洗手 洗手之後我們就雙手拿著口罩的掛耳帶 脫下口罩 避免要接觸口罩的外面 把口罩棄置在有蓋的垃圾桶裏面 然後我們就立即洗手 就來開學了 記住我們教你的東西 我祝你們有一個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的學年 拜拜 拜拜 拜拜